這句歌詞我自己想的 河馬笑雞 say hi 很興奮 就是這樣 可以形容我這一刻的心情 Hello Kids This is Uncle Wilson 蟲蟲哥哥 小朋友 剛剛你在蟲蟲哥哥作的歌詞裡面 聽到有什麼動物呢? 1 河馬 2 小雞 雞,全部都是雞 全部都是雞 出了,就是河馬和雞 那究竟 Hi 究竟怎樣可以幫我們串 Hippo和Chicken呢? 馬上來看看吧 等等 如果你還沒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有什麼字想記得留言告訴我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記得LIKE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WOW Speedy Spelling Let's Go 今天的白板上就有我們剛剛講到的主角 1.河馬 2.雞 首先我們看看河馬 Hippo 先河馬和我們說Hi Hi就是hi Hi 這隻河馬和我們說Hi 然後大家幫我留意一下他的屁股 哇河馬的屁股超級大 我們就有PAT和PAT 蛤? 對呀 屁股有兩邊的 所以就有P和P 兩邊的大屁股 那接著呢 為什麼河馬是Hippo的臀股的臀股的臀股 後面有一個POO 怎麼會有POO的? Oh no! So disgusting! 原來這個POO給了一個提示我們 對呀 還有一個LETTER O 那所以呢 Hippo就是Hi 接著PAT PP 最後就是這個POO O Hi PPO就是Hippo 接著來到我們Chicken的部分 原來這隻雞有個名字 讓Uncle Wilson告訴你這隻雞叫什麼名字 原來這隻雞叫做Ken K E N Ken Hi Ken Hi 好 Ken跟我們說Hi 那同樣讓我寫下Hi H-H-I 不過呢 今次我們要幫一下Ken這句Hi 畫一個括號 左邊一個 右邊一個 咦? 這樣是不是就已經串完我們今天要學的Chicken了? 讓松松哥哥告訴你啦 首先這個括號的左邊是一個LETTER C 然後就有中間的Hi 還有 Hi的另一邊都是一個括號來的 不過呢 嗯 這樣呢 就不是一個英文字母 讓我們調轉它 啊 原來都是一個LETTER C 最後就是Ken這隻雞的名字 Ken 哇 小朋友 如果你想一句記得Chicken是怎樣串的 就跟松松哥哥讀一次 C Hi C Ken 就是Chicken 好 我們很快就馬上重溫一下今天學過的Hippo 和Chicken Hippo 就是Hi 屁屁 O Chicken 就是C Hi C Can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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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